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快速扫描今天的新闻重点 停止这项政策 市员黄淑美希望能够加汇弱势族群 后进的武清终于要在今年年底签厂 不少后进居民难掩心中喜悦 不过面对厂区内的油草 以及土地后续规划 恐怕和中油之间还有一番拉扯 身为高雄市民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一个想法 就是高雄市的吉祥物太多了 像是高通通 高雄雄 还有小老男孩等等 甚至各个区公所也有代表性的吉祥物 新闻局就干脆来一个人气票选活动 27号上午举办第一站吉祥物PK雷台赛 看看到底谁最懵 夹杂高人气的高通通一出场 就吸引了前场的目光 一举手一头足 可爱程度快要让人融化 另一个也是来头不小 就是观光代言人高雄雄 更请来了华航空姐一起跳舞拼牌场 接二连三出场的 还有高杰公司的土拨鼠哈比 劳工局小老男孩还有内门小将 明明只是出场秀 高雄市所有吉祥物就已经开始拉票 装可爱 爱你了 首创全国的高雄吉祥物PK雷台赛 正式宣告开始 只是轮到观光局代言人高雄雄PK警察局的 平平安安时 不知怎么的平平安安却弃拳 让高雄雄超傻眼 直接上演运到戏码 压手轮到高通通PK阿米哥 高通通架势十足 不过阿米哥也不甘示弱 双方实力都很坚强 只好来个完美大结局 各区处与各区公所 通通派出属于自己家的吉祥物 透过人气票选活动 新闻局希望带来吉祥物经济 一起合力行销高雄 我们希望竞争虽然激烈 但是不要伤和气 好吗 大家背后的行销资源结合起来 然后让大家一加一大约二的效果 然后未来呢 希望这些吉祥物能够带动 一整串的吉祥物经济 也促进我们的城市观光 雷台赛只是第一阶段拉票 11月7号还要在轻轨C1站 进行第二站现场投票 11月1号到20号也开放网路人气票选 你喜欢哪一个吉祥物呢 赶快为这些高雄代言人 充充人气吧 港湖新闻上和陈丽婷采访报道 国民住宅是政府为了让收入较低 较弱势的民众改善居住环境 提高生活品质所新办的住宅方案 但随着国民住宅的停办 何宜住宅又因为爆发弊案 而停止这项政策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 社会住宅能够来解决无可刮牛的愿望 市议员黄淑美就利用议会质询的时间 向都发局提出相关的提案 希望能够加汇弱势族群 国民住宅的新建是政府为了照顾收入较低的家庭 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品质所新办的公营住宅 但在1999年后就停止新建国民住宅 但是对于较为弱势的民众来说 没有政府提供的公营住宅将成为无可刮牛 其实最需要照顾的是一些 他真的房子买不起 租也租不到房子的一些 真的很弱势低收 或许他特殊状况之下的人 我希望说透过社会住宅盖完之后 可以优先来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市议员黄淑美表示 政府可以借由社会住宅来加汇 更多租不起或是租不到房子的民众 我们希望说高雄市也可以来盖这样的一个住宅 只租不卖 争取中央国有财产局的地来盖 因为现在各县市都在争取 高雄市当然也要去争取中央的资源 来地方让这个社会住宅 我们也不缺席 目前社会住宅只在台北市与新北市 五处事办基地新建 还没有在高雄实施 是否能将类似的做法移植到高雄 对此独发局也做出回应 由政府来我们去租带馆 然后再交给他 我们去找这种公有的闲置的房舍 经过简单的整修 然后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社福单位 或者是园民会 来去照顾这些需要被照顾 可能会被在租屋市场被排挤的这些市民朋友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也在进行当中 黄书美表示 希望透过社会住宅的新办 能够延续国民住宅的精神 让有特殊情况或较为弱势的民众 有个遮风避雨的家 港都新闻潘志光薛婉珍采访报道 经过将近30年的抗争 位于后境的武清终于将在今年的年底签厂 对于不少的后境居民来说 一辈子投入抗争 现在终于看到成果 难掩心中的喜悦 不过面对厂区内的油潮和土地 后续该怎么规划 恐怕和中油之间还会有一番拉扯 后境中油厂将在年底吹响习灯号 不过现在传出 中油主动将日期提前的一个月 在11月底 武清就要停止运转 让后境居民都相当期待 因为抗争了一辈子 现在总算看到了成果 虽然中油主动释出善意 但是签厂之后 原本厂区的土地会怎么运用 包含油槽是否会拆除 还是继续提供储油使用 目前仍是后境居民关心的焦点 另外目前土地的龟属 能有争议 加上中油市府以及居民三方角力 对于签厂之后的厂区 该怎么开发改善 居民都希望市府能够有完整的规划 最好能够让后境在过度污览之后 诞生一座干净的生态公园 虽然目前三方还未取得共事 不过后境中油厂在今年停止运转 却是肯定的事实 后境的住户也决定要在跨年时 举办专属于自己的跨年晚会 让大家在迎接新的一年的同时 也能看到后境在历经半个世纪 污染之后的重生 港东新闻综合报导 经过漫长的等待 中油高雄武器厂年底即将迁移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定后续会如何规划 不过已经为后境地区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许多房地产业者都提前布局 周遭的房价飙升 土地都涨了五倍以上 尽管有捷运通过 但是因为炼油厂的存在 让后境地区房价多年来 一直位于谷底 许多空地根本没人想开发 不过最近却出现了大转变 不但有怪手开始整地 更迸出了许多新建案 大楼一栋接着一栋 全都是因为武器即将搬迁 让附近的房价跟着水涨船高 大概涨个两三倍应该有吧 一些建设都来 像我们的四合院 我们不再来 四合院 他们来得来处理 现在后境地区可乘的 建商眼中的金基姆 虽然有部分中油厂区 因为污染严重 必须整治 但是一下子多出了 上百公顷的土地 加上又位于高雄市的市中心 附近又是捷运 又是中山高 房价不断上涨 让里长都不敢置信 因为后境地区 从来没有这么抢手过 因为我有朋友要亲家 还是我们附近的邻居 他们要买买买买买买 那个家家 我认为不可能 你说不可能 人成交啊 所以说这 整个后境 都会进去 多年来 一直不被看中的后境地区 如今苦境甘来 虽然中油千厂 大家心中 各有一份不同的蓝图 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模样 不得而知 不过居民们心中 对于未来 可是满满的期待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 高雄的水鱼产 相当的丰富又多元 市府海洋局在日前推出了高雄海味的品牌后 今年更是结合12家在地的优质餐业者 加入高雄海味料理品牌的行列 共同来力推在地水产 只要到这12家餐厅品尝限定的餐点 及搓张参加摸彩活动 就有机会把最夯的手机最大奖带回家 各店家的主厨以走修的方式展现自家的高雄海味料理 每一道精致又美味的料理 都是用高雄在地的水产和鱼产来入菜 无论是永安的石斑鱼 迷陀的湿木鱼 海市秋刀鱼 鱿鱼等等 经过各家主厨精心烹调之后 都成为美味的佳肴 让人看得实质大动 我们具有竞争力的这个水产品 不是只有卖鱼货而已 跟我们所有的餐饮饭店业者合作 那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海味舞宝 最多中美 跟12家这个餐厅来联合来行销 市府海洋局在日前推出高雄海味品牌之后 今年更是严选12家在地优质饭店与餐厅 加入高雄海味料理品牌行列 共同来力推在地水产 由于高雄的水鱼产品质优良 产销量更是全台湾数一数二 全台湾最大的产值最高 产量最高的这一个鱼产品的首都 那我们当然要把这样的一个水产品的 这一个竞争力 把它发扬到跟其他的这一个 服务业餐饮观光相结合 然后来创造更多的 这一个附加的价值 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要推动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从十月底开始来品尝最在地 最新鲜的高雄海味限定餐点 就可以集搓张参加摸彩活动 最大奖就是时下最夯的手机 就是希望吸引民众多多来品尝美食 立体在地的鱼产 港都新闻潘志光薛婉珍采坊报导 哇 新家哦 妈 上车吧 他记得他洗了的时候 常常给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给他拦掉掉 希望给他最好的保护 他说现在他大胆了 我让他给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卸安全带哦 我知道 他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给予他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别让忧郁变成病 顺手睁临前 快乐在心田 自杀防治需要你我的参与 用心聆听伸出援手 做好一问二应三转接 你我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第800请帮帮救救我 兴能减碳新生火 学码步行边保健 每周一天不开车 学车用这处减碳 冷气控温不外泄 自备北块霸雨蛋 多吃蔬食少吃肉 请用资源顾地球 兼能生水更省钱 随手关灯拔插头 请订阅环境保护署关心你 欢迎回到港督新闻 社会局五障碍之家 儿童发展中心 细心照顾0到6岁的发展 持缓儿 最近将他们的作品布置成 小小艺朗 不仅美化空间 也能让家长了解孩子 在课程中所学习到的成果 明年起也将扩大招生 让轻微程度的持缓儿 也可以进来就读 还没走进 无障碍之家的儿童发展中心 门口的小小艺朗 就足够让你住住许久 除了有课程照片 还有每个孩子激发巧思 用心完成的作品 连这幅印象派画作 看起来创作力十足 也是出自于孩子的巧手 我们的孩子 就算这样 每天出来自己看的话 他会很有成就感 那个过程中达到的是 情感的交流 再来就是一个自信心的培养 对 儿童发展中心 主要服务幼龄的发展持缓儿 二十几年来 已经做出好口碑 每天就是这般欢乐的场景 还会帮孩子举办庆生活动 场面倍感温馨 除了接收重度与极重度的 发展持缓孩子之外 明年也将扩大服务范围 轻度症状的孩子 也可以到这里来 享受最棒的教育 或者是轻度的孩子 之前他们都是 要往北高雄去找资源 那明年开始 我们这里就是也扩大 扩大我们的服务对象 就是轻度跟发展 持缓的孩子 都可以到我们这边来 虽然是特教机构 但是课程安排与设计 其实相当多元化 这一次的小小一郎 主要来自孩子的 集体美术创作而来 而透过情境式的课程引导 让孩子学习互助合作的 团队精神 港东新闻社 和陈丽婷采访报导 已经推动10年的 高雄市社区妇女大学 今年共有32位的结业生 兴高采烈的穿着学士服 齐聚一堂 其中已经69岁的学员 王黄灵珠 更代表所有的学员 献上亲手编织的彩色围巾 象征着所有的姐妹 用心编织成自己美丽的梦想 在这里一圆大学梦 献上自己亲自编织的围巾 感谢社会局提供学习的机会 每天骑着脚踏车来 社区妇女大学上课的王黄阿嬷 现在也穿着毕业的学士服 接受大家的祝贺 经过三年多的学习 阿嬷现在可是相当骄傲 因为再也不会被孙子看不起 而课堂中还有不少相同情况的妇女 之前得超时家务 现在有了自己的时间 都透过社区大学的课程 让自己更有自信 学员满意度非常的高 超过九成以上都非常的满意 他们最喜欢的大概就是因为 我们的这些课程 专门就是为女性朋友量身定做的 而且我们的师资 我们的开课的时间 我们课程的一些规划 就是希望让女性朋友 可以鼓励她们勇敢的走出来 毕业的学员兴奋的将学士帽丢向空中 已经开办十年的妇女社区大学 一共造福了六千七百多位妇女朋友 如今十年有成 除了希望将这些年的成果 一次展现出来 也邀请更多的妇女朋友参与 给自己学习成长的机会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 位于陆竹区明墙街上的 土驼与根店已经传承到第二代 老板不但长期的热心工艺 在店内设置爱心带用餐 更以陆竹的农特产 开发出许多与众不同的餐点 像是用绿花椰菜制成的花椰菜水饺 口味相当独特 位于陆竹的知名土驼鱼根 传承了两代炸出来的土驼鱼 内线的鱼肉相当扎实 外表更是清爽酥脆 这可是老板一家祖传的做法 不过现在老板又发挥巧思 利用陆竹的名产 让原本的土驼鱼酥 添加了更多的风味 而且口感更甚以往 就把水饺跟虱目鱼包在里面 番茄跟虱目鱼包在一起 对 那什么味道很难想象 而且还加蛋 还加蛋哦 对对对 三宝已经进了 三宝已经尽量都用了就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花椰菜土驼 花椰菜跟土驼鱼 也是包在一起当水饺 对对对 几乎把陆竹的特产全部包在一起 听起来有点难以想象 不过只要吃下一口 就知道老板可不是随便乱来 而是充分发挥了食材的特性 真的会让人好吃到说不出话来 鱼叶是整块的哦 嗯 哦 嗯 因为虱目鱼它比较会干干的 然后加了番茄之后 它会变得不会那么干涩 你知道我有种在吃那个 就是我们不是有时候会吃那种 茄汁鱼肉那个味道 但是它是新鲜的番茄 而且它也是完完全全是鱼肉块 不是鱼肉的泥对不对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配上我们外面那个皮 其实它是很有嚼劲的 除了家传的土拓鱼根 老板更精益求精 甚至将露竹当地的特产融露组合 开发出了水饺口味 来到这里真的要把自己的胃 先挪出空间 因为店里的每一样都值得尝试 口味绝对与众不同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港都生活讯息 感谢观看 透過高雄都會氣象台 一起來關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高雄台南屏東地區寒時多元氣溫23-30度 南投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地區寒時多元氣溫21-29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區多元氣溫21-28度 宜蘭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多元氣溫21-28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督新聞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薛婉珍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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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手蒸零钱 快乐在新田 自杀防治需要你我的参与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心你 希望大家在台风豪雨期间减少外出 并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哦 可是如果遇上紧急事件上路前可上网查询路况 行车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避免刑金危险不断 还有简单的避险小口诀哦 那就是公路听看庭 而且要留意并遵行可变资讯标志 或公路单位的指挥 台风豪雨 路况超乎掌握 民众减少上路 远离灾祸 这输尽工程简直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以前我们要签好几年 现在我们几个月就把它签理好了 老板可以休息一下吗 不可以啦 你看那些沙石车排起来 可以绕地球好几千了 挖出来的沙石 都倒可以填满好几千座的棒球场 我们多做一点 大家就多一点保障 走